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堡垒 我相信大家等今天的大涨 已经期待很久了 相信整个台北股市 在整个10月份大家看到都好难 谈一下连续跌了好几天 今天终于一根大涨了 那为什么今天会大涨 我相信所有的投资朋友 上回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会大涨 我说随时要强谈的道理在这里 有没有还记得吗 我怎么告诉各位 我说大盘从18034跌到16162 跌了10.4% 可是融资从2999减到现在 已经减了17.8% 融资的减肥幅度就是大于大盘的跌幅 随时会强力反弹 来了 尤其为什么 哎呀老师 因为台积电啊 各位你来看啊 昨天的台积电啊 搜这样啊 大家觉得说没搞头啊 结果呢搜完盘之后 台积电的法缩会让人家吓一跳了吧 哇第三季赚6.03了 再创历史新高啊 单季的历史新高啊 第四季人家还是看得很好啊 结果今天直接开盘跳空大涨 好了各位 台积电今天跳空大涨目的在干嘛 目的就是要把大盘拉上去啊 各位大盘搜16781你知道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搜16781 来看这里我把它放大 来请问今天这个高点16771 10月8号 然后今天搜16781 16771 哎老师就多10点 因为这个地方 未来要做出一个颈限 他今天为什么要突破颈限 就是因为台积电为什么今天要搜600块 你就是说老师对了 他为什么要搜600块 他就是要把这个缺口封闭 因为这个缺口是多少 看清楚599 589 有没有 所以这个缺口是589跟599 我今天就是要刻意搜在600块 把缺口封闭 然后我大盘呢 也搜最高 刚好过颈限10点 这样懂吧 那下个礼拜呢 目的在干嘛 就是要持续往季线来挑战 我打两条线你就懂了 我为什么要这样告诉你 这个叫季线 这个叫年限 好看清楚哦 你看 今天台积电的跳空 跳在季线之上 再看一档叫鸿海 今天鸿海的上涨 也攻克季线 再看大盘 大盘季线在这里 17112 所以他已经预告 为什么要突破颈限 各位突破颈限 未来要走1比1的等距离涨幅 就是告诉你 我未来要去攻季线 所以各位不用担心啊 今天台积电出力 下个礼拜 一 鸿海的科技日 鸿海再出力 哇那太漂亮了 所以大盘就先往季线靠楼 就对了 好重点来了 今天果然强力大涨 你不意外了吧 我还顺便告诉你 为什么大涨 美琪嘛 各位 你看我57同学 我讲多久了 美琪嘛 今天五分钟 第一桶就攻涨停了 你说老师 这些跟你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啊 来来来来 从最早16162 我告诉你会先弹再说过体翻 因为就是融资减肥幅度大于大盘的跌幅 有没有 我算给你看 大盘跌10.4% 融资减17% 会上 上了吧 然后呢 我当时就公开送给你四星KY 各位这不用讲了啦 这已经讲太多了 涨了73% 对不对 然后呢 再送给你以胜KY 小小四星 你看看今天 连续两天拉回说 回到十日线你都可以低接 你不要追高就好 我们再多看一个指标 最近常要告诉你的 你再看KD指标你就懂了 又交叉了 所以拉回让你买 那这条叫季线 这条叫年线 有没有 强的股票就如此 好各位 当这个你都错过之后 10月5号 10月5号 我跟你讲什么 那你买蓬城啊 竹底完成啊 有没有证据呢 来请看VCR 这个也是 大盘跌1471点 请问它是不是底部一直出来 蓬城 竹底也完成喔 这一根也出现多头吞噬喔 所以你发觉到老师 今天有达大涨 长龙也是啊 长龙只涨五毛耶 阳明才涨一块耶 这就是早上断完农资稍微谈一下 你不要太高兴 以为说哇就一帆风顺了 只有万海涨比较多耶 可是万海也还没有走完耶 可是你发觉老师这个就不一样耶 这个大盘从1763杀下来 它都没有破底耶 然后蓬城呢 蓬城呢 一个底 两个底 三个底 也足底完成喔 同志朋友 从四星KY一直到以胜KY 一直到10月5号 我又公开告诉你 蓬城 我说这个都足底完成了 所以怎么样 那天来到183 我说这个还叫多头吞噬 是吧 那你自己看啊 今天呢 各位到了今天 已经慢慢涨涨涨涨 涨到哪里去了 各位 昨天也涨 每天都慢慢涨啊 昨天涨7块耶 今天再涨5块半 来到216了 各位 你就发觉这一天 10月5号就这一天啊 就这一天啊 就这样慢慢的涨给你看啊 也站上 各位也站上季线了耶 年线在哪里 年线在这里啊 这是季线啊 是不是领先大盘站上季线呢 没错吧 你说老师 对啦 你都公开啦 这些都公开的啊 再来再来再来 很多人说老师 你这个都还没公开 我就是这样挑给你看 对不对 个股跌27% 融资减37% KD刚交叉 所以可不可以买 当然可以买啊 所以各位 已经脱离成本了 我可以公开了 这个叫4739康普 10月7号 各位 10月7号 112 让你对时对价 10月7号 就是买112 对不对 今天呢 各位 今天呢 今天呢 看这里比较快 今天呢 123 一样报了啊 报了继续赚啊 今天123啊 甚至于啊 我还在同学会告诉你 如果 康普跟美琪马只能选一档 那你要选 融资减肥更多的美琪马 对不对 他融资减肥减了50% 个股跌26% 我说这个叫四星第二 这个叫狂飙三千克 我当时告诉你的 有没有 你说老师啊力望那么贵 四星那么贵 你买不起 好 我今天我也不用盖了 因为已经脱离成本了嘛 美琪马 你今天看到美琪马 会吓一跳了吧 老师还一度攻到涨停板啊 来 10月7号 4721的美琪马 有没有 请试驾买进建立基本多单 9点44分 113 各位是不是很清楚 10月15号今天 美琪马放量强攻 下周我还是看涨的啦 不管是康普美琪马 下周我持续看涨啦 今天最高冲到涨停板127 首板收125 自己看 这样不就很轻松吗 各位 是不是很轻松 很轻松的这样 而且我说过了 洪家军从乙胜KY 然后衍生到电动车概念股 车用电子的美琪马 康普 蓬城 对不对 都这样公开做给你看 从最早的四星KY 到乙胜KY 到蓬城 到我现在公开给你看 答案无所谓 康普美琪马 你不用再追我的股票啦 昨天我是不是告诉你这个 来各位 昨天 昨天我是不是告诉你 火力集中一档就够了 这一档 我先让你来回顾一下 昨天是不是告诉你要做这一档 来请看VCR 来各位 我要你火力集中 一档就够了啦 你看喔 这档个股融资减得非常漂亮 个股跌46% 融资减55% 重点在这里KD 背离交叉往上 很漂亮非常漂亮 刚交叉往上 所以一档一档来 这就是为什么上回说 我帮你选好股 我帮你换好股 我让你反败为胜 单股金赚188 各位折优进场啊 你不要什么都想买啊 懂不懂 就像我说的 乙胜跟广宇 我就是选择乙胜 如果你的资金不是很大 你就是一档一档来啊 好现在乙胜我做完了 那你来做他就好啦 对不对 你就来做他就好啦 而且你一定买得起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高价股 人人买得起 是吧 来投资朋友 是不是这一档 你刚才看到是不是这一档 个股跌46.34% 融资减了55.69% KDD档才刚交叉 来公布答案 看清楚是谁 天哪老师 今天全市场都在讲第一档 那昨天呢 你会不会布局啊 昨天10月14号 你会不会布局啊 来看证据来 来 2009第一档 请市价买进建立基本多单 10月14号 你会不会布局啊 重点在这里啊 好看清楚喔 昨天买的时候在哪里呢 昨天买在42.7元 各位看清楚 对吧 9点12分 42.7元 42.7元 不然你今天一下充涨零 你怎么买 当然要提早啊 昨天买 然后呢 昨天上场 收441 小赚 重点在这个量表态啦 有没有 那今天呢 今天呢 今天呢 2009第一档 强攻涨停 一切才刚刚开始 下周继续看涨 持股报道继续赚 这不叫做操作吗 直接跳攻涨停吗 这不很漂亮吗 你自己看 厚老师有够水的啦 为什么 融资一直减嘛 KD是不是刚交叉啊 对不对 你昨天买完小赚 今天再赚一根涨停 什么意思 你昨天到今天就赚十几%了 不是说今天看他开这么高 去追涨停耶 你看他今天开这么高 47.35 47.35去买 没什么肉呢 昨天买多少 昨天买多少 你昨天买不就可以买到427 427 昨天 新会员你就是买427 今天485 你看看 厚老师 贪金要6块 差两个就贪金要6块 这就是操作嘛 所以各位 我也不用再盖牌了 我就直接公开了 那怎么办 老师还有没有新的 还有没有新的 你错过了第一桶 还有没有新的 有啊 来这一档 个股跌37.3% 融资减47.8% 这就算我会告诉你的 选好股 换好股 你才能反败为胜啊 而且火力集中 一档一档来 好不好 把握单股金赚188 各位 明天就是买它 今天的第一档涨停 你已经错过了 纵使下个礼拜再涨 再涨停都跟你无关了 对吧 你不用帮我抬轿 你抬不了轿 买新的 跟着我们一起来布局 把握单股金赚188 利用中场休息时间 把电话拨通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谢谢片刻 马上回来 金牛新年来 2021 牛转乾坤 亚洲投顾 祝您发大财 免付费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欢迎再来回到现场 我想如果你是第一次看上回节目的 你赶快扫描QR Code 今天在57同学会的时候 主持人在问我 也是很多粉丝在问 说你今天盘中问说 有没有铜 有没有铝 有没有鑫 有没有鑫 他讲的就是第一桶 第一桶我有没有 你刚才看到了吧 昨天买427 今天多少 485 这个停薪 铝 2358 今天要说长时间 这个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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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老师 融资是这样 有没有看到融资增加 增加 他也不错 可是我没有买他 我是要这个 融资一路大减 有没有 这个刚连 我也没有 我也是直接讲这个 这个我不玩 你看这融资暴增 上海线那么长 所以我就是做铜 第一铜 好 为什么 来看一下为什么 第一个 为什么期货 SIMES 在铜的期货暴涨 有没有看到暴涨 而光10月份就涨了12% 那是什么 这跟攻击需求有关系 对不对 因为五矿集团 停止秘乳的矿场营运 代表什么 哇 攻击会减少 对不对 再来 中国的能耗双控 也会影响金铜的产量 攻击会减少 来 光方的民间 电缆需求 会不会这么问 会 为什么 老师 不只是中方 美国也开放两岸 有没有 开放 海的两岸 可以干嘛 可以盖风力 风力发电 那也需要大量的铜 电线电缆 铜 各位 电线电缆就用到铜 最重要是这个 这个 全世界都会告诉你 有没有 要碳中和 要干嘛 零排放啊 所以电动车的趋势 预估到2030年 总销量会达3200万辆 那换算铜的需求 增幅会达20万吨 这是高盛讲说 下一个会大涨的就是铜 所以各位 这个长期的趋势不会变 可是关键在 你什么时候出手 对不对 你在这里买第一桶 那你就 你就先被套这么久 你在昨天来买 或者是什么 前天来买 你就可以享受昨天的大涨 跟今天的跳空档停 跟今天的跳空涨停 全市场在为你歌功颂德 那你看到证据了吧 你有没有看到证据 各位 再看一次证据 你一定会觉得好心慰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 火力集中一档就够了 答案已经公开了 你一定吓一跳 对不对 老师 你早上盖这支 我说真的 你火力集中一支就够了 真的全市场 五分钟 它就涨停 不是说 是做给你看 昨天 昨天10月14号礼拜一 礼拜四 日期我写 礼拜四我写错了 日期没有错 昨天是礼拜四 昨天买127 结果怎么样 对吧 昨天是礼拜四 是我是笔物 结果昨天说441 你觉得说没什么 可是我看到这个量 就是压不住了 对不对 然后今天 全市场 都在注意它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高兴 为什么 因为你昨天买好了 就是现买现赚 今天再享受涨停 这样不是很快乐 好 这是今天在同学会 刚好 大家注意到我的第一档 那我就告诉你为什么 再来 我们来讲这个 台积电 我刚才讲过了 为什么 我说下个礼拜大盘 要谈到季限 关键在台积电 跟鸿海 台积电昨天公布第三季 赚6.03 再创新高 最重要是筹码 我一直告诉各位筹码 老师怎么算呢 来来来 台积电从最高679 然后今年5月最低是518 光这一段跌幅是跌23.71% 如果从679来算 这一次560 你们发现台积电低点是518 551 560 算到这个 算到560是为什么 算台北股市跌到16162 它是跌17.52% 不管如何看农资 这一次台积电融资减了37.86% 所以融资减肥幅度大于个股跌幅 就跟大盘一样随时会强弹 所以今天台积电就选择用跳空大涨给你看 出量 你一定要下来跳 对啊 它直接跳 而且跳在哪里 直接跳到季限制上 年限是上扬的 这是有用意的 这就是我刚才算给你看的 为什么它要这样跳 接下来就要挑战7月份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就是608跟595 来注意看 这个缺口7月15号 有没有608 595 今天收贷600块 的用意就是先把这个缺口做一个回补 这个缺口上方 最大就是599 然后让大盘的日K 刚好突破仅限10点 再讲一次 太重要了 刚好过仅限10点 有没有 这个仅限 616771 今天16781 对不对 所以下个礼拜 除了台积电 再来就鸿海啊 鸿海要涨啊 科技日 最重要是什么 各位 最重要是什么 周KD是交叉往上 周KD是交叉往上 所以下个礼拜 现在鸿海会涨 会 那鸿海会涨 台积电也会涨 那大盘会涨 会 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你就发觉到老师 对啊 你帮我们抓的股票啊 各位 我帮你抓的股票啊 全职股有台积电 鸿海还有什么 中刚嘛 中刚也落底了 还有呢前几天告诉你 华邦店南亚科嘛 这些都已经落底了 记忆体啊 外资唱衰 可是呢老板看好 那现在呢 开始了 开始了 开始要 开始了 下礼拜继续反弹 因为融资减肥幅度够了 KD刚交叉 这一看 为什么要算给你看 华邦店 个股跌29% 融资减42% 所以华邦店会涨 对不对 南亚科 有没有 个股跌13.91% 融资减19.69% 第一桶 老师你的第一桶 这波跌46% 筹码洗得好干净 融资减56% 还有什么 华邦跟同有关系的 个股跌41% 融资减58% 所以你看答案是如何 就是这样 看到没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再来 你说老师 第一桶涨停来不及了 华邦涨停来不及了 你还有这两档可以 布局啊 可以注意啊 融科 有没有 这个减38% 减52% 这个可以注意啊 这个才刚开始啊 是不是刚开始 还有大雅 风力发电的大雅 融资也是减 这个也是刚开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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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现金配0.35% 股票股力也配0.35% 马上填啊 这个啊都送给你无所谓啦 可是各位 这一档更强 这一档更厉害 好不好 个股跌37% 融资减47.8% 各位这一档爆发上去的力道 就很强 你已经做过了第一档 那你不要再错过这一档了 上回说过了 好 该送给你的 该公开验证的都公开了 好不好 单股金赚188 帮你选好股换好股 明天赶快来买这一档 利用广告的时间把电话拨通 你抢到前五名 我会亲自帮你做 亲自资金的规划 亲口告诉你怎么买它 好好把握 单股金赚188 也祝各位操盘顺利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